明沙山 位于敦煌市南郊 距市区七公里 传说 古时候有一位将军 率兵在此安营扎寨 夜间忽然狂风大作 沙尘滚滚 整个营地和将士 全部被埋在沙山之下 从那以后 沙山时常传出鼓角之声 因此取名为明沙山 明沙山东西绵延四十多公里 南北宽二十公里 游人登上山顶 沿斜坡向下滑落时 能够听到宛如音乐般的响声 明沙山的名气 也是因为由此妙趣而名闻天下的 明沙山是古丝绸之路的著名旅游观光景点之一 由于明沙山和月牙泉在同一个地区 游览范围比较大 因此这里设置了游客观光用的交通工具 骆驼和小电动机车 有的沙山安装了供游人攀登的梯子 游人可在登沙山的过程中 体会那种别具风味的乐趣 骑骆驼游沙山 是明沙山游客的首选 因为只要人们说起沙漠 总是与骆驼连在一起 乘着沙漠之舟 畅游于沙山之间 那一番大漠驼灵的情趣 自然会令人心旷神怡 据史料记载 早在一千多年前 明沙山就已是丝绸古道上的游览圣地